花莲县环保局召开了109年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通过了台泥和平场运用水泥窑高温协同处理生活垃圾 让花莲的垃圾困境渴望最快在三年内获得疏解 对此台泥表示审查过关并非任务结束 而是承担更大责任的开始 台泥愿意持续的和社会对话 为打造无费城市而努力 花莲县政府环保局20号召开109年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同意通过台泥和平场运用水泥窑高温协同处理生活垃圾 并且写下台湾循环经济里程碑 国内垃圾处理方式与欧美日等已开发国家接轨 达成循环经济 环保低碳三营 台湾水泥产业变成了城市净化器 协助社会解决垃圾问题 台南计划自2021年开始 以村民攜手推动和平村为环保四半村 垃圾处理的起点需要从源头减量资源回收做起 和平村拥有全国第一个水泥摇高温协同处理废弃物的设施 也成为带头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成为环保的领头羊 要做这样一件BOA这件事 其实我们在谈这边的规划 我们加一个电带复合的 我们简报上都有提 我们现在的处理效果非常好 把细菌尾的尽量都可以抓下来 我想抓下来这个 我想这个是观念的改变 我先排放掉 其实现在抓下来其实我们的原料 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原料一部分 所以这方面面我们都在精益求精 至于有提到一些热烧一些事业废除替代燃料方面 我想我们简报第一个就有提 其实这个资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谓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 其实社会在进步 我想社会就刚刚有提到 其实很多以前事为废弃物 其实现在是资源 因为它有这个资源 拿垃圾来讲 以前垃圾处理 现在垃圾处理厂好像立正一样 它烧垃圾花了电 其实就可以维持一个厂的运作 所以说我想这是 台湾已经都做到这样子 台泥公司表示工厂与周边社区 连结在一起 即便环凭审查已经通过了 台泥与社会社区的对话不会停歇 未来若后续程序一切顺利取得相关征兆之后 台泥预计三年内 台泥打卡开放生态循环工厂圆区完成 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这栋建筑物将是结合垃圾处理 环境交予观光与文化功能的场域 记得专业华收视频道 下期见 下期见